那我們就開始吧 兩位要不要講一下 那時候對戲文明是有一輩子choker的逗笑嗎 你可以分享某一個 你覺得他太好笑的人不是一個大爆笑的地方 其實很多場次都是這樣欸 尤其是前面 剛剛韋豪說我們前面有很多都是很好笑的橋段 然後他每次都會想很多不同方式來詮釋 所以包括剛剛看到那個倒在頭上 把果汁到頭上的 然後他說瞎款 我說瞎瞎瞎款那個 其實我都是掐著大腿把他演完的 不然其實那個拍了很多take 然後他每次弄完他要去洗頭 然後又再被我倒 然後再洗頭 到最後我就覺得好算了 我一定要牙一咬把這個給演好 所以很多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嗯 除此那邊是冷面笑將的感覺 嗯 阿成附身嘛 反正他在前期的那個前半段呢 對 在追求女主角的過程裡面就會有很多 那種 他自己覺得很帥的舉動 跟橋段 對 那很多都是導演什麼 嗯 沒有你自己有加一些什麼 就是 就是讓大家就是想到 哇這招太強了這樣 呃 演著演著他自己會長出來 有什麼可以先分享一下 但本劇透 你自己加了什麼 讓大家很敬意 哇 有哪些是去你那個時候看模擬的 你分享一下 有啊就是在我們在幕後 第一支幕後序裡面有看到就是 阿成在農會就是跟那個浩婷丟號碼牌 然後他就是丟丟丟 然後因為浩婷在生氣 然後他就說 我是我不對啊 然後他跟他求和 然後結果阿成他就 阿澤突然間把頭塞到那個 那個窗子裡面 全場爆笑 所以就也不能用 對 那個維尼應該後不住啊 那我後不住啊 欸那個是不是 陳文豪有笑場 那我那個 你們每一次我都不行 哈哈 每次我都不行 因為反而是監視器後面的一些笑場 對 嗯 你那個投資一定是那個裡面 後來拔得出來 哈哈 拔得出來 沒有那個那個動機就是 因為女生都一直不看視線 因為我一直要引起她的注意 可是她的視線都一直不看我 所以我就要想盡辦法的 進到她的視線裡面 告訴她我在這裡 呵呵 所以因為她的視線非常低 所以我就知道 把頭塞到那個櫃檯裡面 嗯 你裡面是都講台語嗎 對 然後用台語在那邊 聊美的 那個傀儡怎麼會那麼有味道 嗯 我也不知道 呵呵呵 誰接近或是開你的電視 也 也沒有 就是 小時候在球隊 因為 大家住 那個宿舍 所以 高中的時候有一些 屏東啊 雲林啊 中南部的選手上來 我們就是一起扛著球隊 嗯 所以以前長大的過程中 小時候阿嬤也講台語 嗯 所以幾乎整個成長過程中 台語是居多 嗯 好像是台語小老師在騙場的樣子 稍微 那 對 就是你聽到有一些發音 就 你會想要告訴他那個發音 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哪一種可以講嗎 因為在電影裡面講真的很明顯 很想現場聽看看 呃 比方說他 那天 那天有一個要送基金給他 嗯 然後那個 美書還是誰 工作人員旁邊說 哦 這個是基金 這個是給他 保安期 嗯 我說那個叫 哦 類似這種 一點點的小發音 嗯 想問一下這一次兩個人是怎麼樣 想要接下這個劇本 原因 主要 主要 嗯 嗯 我一看他就覺得故事橋段非常的吸引人 嗯 再來是他的 他的 他的 嗯 故事的表現張力很好 嗯 其實我們 我們 順著那個劇本的角色的flow這樣往前進 其實就很感動 對 那當時看到那個劇本 我一口氣看完 然後又重複翻了好幾次 連續 所以很 嗯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收到一些劇本的時候 你通常都要多翻幾次 才有辦法 比較了解自己行間或其他的意思 或是去解讀他的故事張力 嗯 可是這個劇本是你看第一次就進去 嗯 就很吸引人 對 嗯 我覺得看劇本的時候 其實第一次看到 最後我就哭了 對 那我覺得 因為第一次一定是以自己的角度看 嗯 然後再看完之後 一方面想說自己沒有接過這樣子的戲 嗯 喜劇也好 愛情片也好 嗯 然後再加上 我之前也是看了導演的那個 他導的那個浪流連 然後想說天哪 怎麼會那個 太好看了 所以 多就是 很多 嗯 很多因素加在一起 我覺得也想試試看自己的可能性 就是因為他畢竟很接地氣嘛 嗯 然後又要演一個就是 呃比較 有那種 呃 台灣國語的感覺 就是你咬字不能那麼 就是我覺得 各種方面對我來講都是一個挑戰 所以 嗯 很開心 那現在一起期間就是 上映電影 會不會比較擔心 就是票房啊什麼的 這個 不擔心欸 還是因為 太堅強了 我覺得 不擔心欸 因為 嗯 我覺得這個 當男人戀愛是真的很好看 因為現在就是 平台就是都還蠻 就是 現在很多演員都留在台灣 然後 其實台灣的演員都 被受邀 演影機啊 平台那些的 就是會不會受到很多 劇本的演出 最近 我的部分 嗯 嗯 我覺得還好欸 對啊 因為大家 對啊 嗯嗯嗯嗯 對 不是要問反應 我是要做這個啦 我是要問 就是有沒有劇本的演出 你這樣子有沒有 嗯嗯嗯嗯 我的部分其實我覺得 嗯 當然劇本陸續都有 嗯 然後只是說 就是要跳一個 就是自己真的喜歡的 所以說 劇本多寡 我覺得對於演員來講 其實一直都不是一個很重 重點式的 嗯 就是接接戲的功 對 主要是現在平台也多了 對 所以 確實 來要約的劇本的那個 可 就是 可塑性 跟多元性 確實是多了很多 像以往 嗯 如果是以我來說的話 以電視劇的 那個輪廓 其實是大部分是偶像劇 大部分 但是現在你看會多了很多 其他類型的 我相信大概都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的那個創作的 那個 慾望跟 勇氣 還有 想說 想說好一個故事的那個心情 是越來越完整 嗯 很看好這個 市場對不對 對 導演會擔心票房 哈哈哈 票房嗎 嗯 學長你會擔心嗎 我擔心會太高 哈哈哈 哇 對 那你們兩個人是第一次合作 剛才有講 看到那個吻戲真的是非常的 有火花 對 可以講一下文妮 那時候真的是嚇傻了 是不是 我是真的嚇到 對 然後 呃 但是我覺得火花跟畫面呈現是好的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浩婷就必須在那個狀態裡面 然後那個 當時的阿成他也必須這麼 橫衝直撞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都在 嗯 那個角色裡面 然後 做那樣子的 嗯 突如其來的舉動 我覺得是非常符合劇情需要的 嗯 那浩婷夏夏同時還是有心動的感覺嗎 他一定是心動的 所以他才會主動聞阿成啊 嗯 是他先 他主動聞了之後 我覺得兩個人才有發展下去 對 而且而且 除了那場之外 就是後面還有一些 很 呃也是比較親密的戲 導演導演導戲的方式 有時候都會很 很抽象 哈哈哈 他會跟我們說 我跟你說 這場戲是橘色的 嗯 這場戲很像重慶森林 嗯 某一個畫面 嗯 那個色調 嗯 然後就說 要 要跟著機器一起 相信他 可以進到那個 那個重慶森林的世界 嗯 他每一場戲都會有 他獨特的形容方式 嗯 甚至是用顏色 這樣子 對 你都會盡力去理解 理解 橘色 橘色的吻戲 所以阿成在裡面就是一個很主動的樣子 一直很主動 對 嗯 維尼如果是遇到這種 很主動的 阿成的話 阿成款 你會心動嗎 我覺得要看人 對 嗯還是 因為很難 我覺得很難去講說 你遇到一個 這麼主動的人 你會不會心動 我覺得還是看整體感覺 嗯 嗯 這座像裡面的阿成可能是會的 嗯 我覺得會 因為阿成他在 他其實他的角色其實就是很少順 然後其實是很貼心的 雖然他很窮直撞 可是他很溫暖 嗯 好喔 謝謝 歡迎惟豪金字 歡迎英正豪導演 兩位視線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是 視線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要不要搭個街呢 雙豪雙豪組合 不用扶兇啦 對 搭肩就好了 對 紅衣小女孩系列億萬票房 導演陳偉豪 擔任兼具搭當浪子回頭MV 過億點擊導演英正豪的雙豪雙豪組合 兩位視線看向右手邊 吸手打造台式新浪漫愛情電影 當男人戀愛時 兩位視線看向左手邊 好 互相對看彼此 這就是真正的當男人戀愛時的感覺 亂CUE 好 先稍作休息喔 我們要請這個影帝影后出來的喔 熱情掌聲歡迎影帝邱澤影后徐瑋寧 兩位來合照一張 哇 兩位今天色系有大喔 好 視線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當男人戀愛時全新CP組合 邱澤 徐瑋寧 很難想像 兩人竟然是首度同台合作 兩位視線轉向左手邊好嗎 同意看向左邊先 好 往後退一步 視線看左邊 這樣可以嗎 好的 好 兩人在當男人戀愛時當中 有許多親密的對手系 兩位視線看向中間官方攝影機 揮手這一台喔 發稿用的喔 其中有很多精彩的對手系 兩位視線看向中間後方揮手這一台 兩位視線轉向右手邊 哪一台揮個手 讓我們知道你的視線方向好嗎 好 再回到左手邊來一張 看了之後發現 裡面有吻戲 嗓巴掌漆 還有女方幫男方呢 就是刮鬍子 掏耳朵 非常精彩 好 兩位視線在轉向右手邊 這一次兩人的演出 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新的里程碑 而且今天默契十足 兩位視線轉向中間的攝影機 揮手這一台321 好的 我們來單拍影帝邱澤好嗎 影后續為您小姐燒帶喔 好 影帝邱澤 邱澤在索尼影業發行 金展花大影業製作行銷的 《當男人戀愛史》當中 飾演的男主角阿成 是一個對愛情一竅不通 卻又義無反顧 很狠愛的八加九癡情種 面餓心善的多層次角色 也讓邱澤 感到非常的過癮 很多真情流露的表現 讓人嘖嘖稱奇 今天也盛裝出席 不知道以為 那個頒獎典禮的感覺 預備啦齁 也祝福邱澤 再拿一座影帝囉 來勢熊熊 非常的厲害的演出 希望你們不用錯過喔 好 謝謝邱澤 接著歡迎影后徐瑋寧單拍 來 薛寧在金展花大影業製作行銷的 《當男人戀愛史》當中 是也因父親投資失利欠債連連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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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邱澤追著討債的 落魄農會櫃台小姐浩婷 這一次韋寧不只在造型上 放手讓團隊發揮 也為電影調整說話的方式 工作人員在現場 常被她突如其來台語嚇到 等等看看韋寧是否能用台語全程 來聊拍攝的心得好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請看 好 行嗎 韋寧今天也是典禮穿著 非常的sexy 是 我們再同一開箱左手邊 而且韋寧很少演愛情片 這一次很多浪漫對手戲 千萬不要錯過 好 事情再轉向右手邊 來一張 好 韋寧請留步 請邱澤 還有導演跟監事 我們一同來一張大合照 四位這樣可以嗎 這樣定位OK 好 四位視線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好 再站近一點點 稍微側一點點 試著視線看向中間官方 這台揮手的攝影機 3 2 1 我們要發稿用啊 派好啊 視線轉向左手邊好嗎 同一看向左手邊 好 四位轉向左手邊 啊 邱澤左邊啦 那邊 謝謝 好 四位視線轉向中間 再來一張 中間後方揮手這台攝影機 3 2 1 當男人戀愛時 4月1日在全台磅礡登場 來勢洶洶 四位轉向右手邊 再來一張好嗎 右手邊 好 絕對會帶給大家 很不一樣的拍式 新浪漫的愛情電影 四位轉向中間 最後一張 3 2 1 感謝各位 拍好拍滿了喔 不夠等一下我們再補拍 請先來訪問一下第三麥克風 首先先請監製陳偉豪 跟我們打就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當男人戀愛時的監製陳偉豪 正在習慣這個新的身份 對 監製豪 接著歡迎的是導演殷正豪 大家好 我是這次的導演殷正豪 我也在習慣這個新的身份 謝謝大家 你早就當過導演了 只是這是你的第一部的劇情長片 對 很厲害喔 接著歡迎影帝邱澤 大家好我是邱澤 我在裡面飾演叫阿成 我也還在習慣這個身份 那真的是第一次啦 第一次演阿成 接著歡迎影帝邱澤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韋寧 歡迎韋寧 掌聲一下好不好 謝謝 他們第一次同台合作 超級電的好嗎 首先來歡迎一下這個 偉豪導演 這次以監製的身份 我們介紹一下 當男人戀愛時 創作的奇蹟怎麼開始的 嗯 一開始是 有投資方的朋友 就是喜歡 有看上這個 韓國的原本的這個原著電影 然後那時候其實 在他想要尋覓新的導演 然後那時候因為認識了 殷正豪 可是還沒有很熟 只是看過他的MV 有碰過面 這樣子 然後 但非常非常非常欣賞他的才華 還有他過去拍過 拍MV的那種 就是那個 海味 那個海味 真的是太棒 然後當男人戀愛時 一早上的時候 就覺得說 他絕對是這個 就是我覺得每個項目都會找導演 都會找他自己的主人 我覺得他就完全就是在等英正豪的出現 對 所以那個時候一看到這個項目的時候 第一時間問他 結果他也看過 而且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就一拍即合 然後就開始了整個製作的工作 然後沒想到都很順利的一路到最後 然後這也可能真的是我第一次 拍了五部電影嘛 這是第五部 第一次有一種 天啊 我在看前期 一路到拍攝到陳平的時候 就覺得 媽呀 會中 對 我真的是第一次有這種真實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絕對是有哭 有笑 有淚 有愛 的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電影 所以導演自己看了也哭了 簡直 對 當然 有多淚 真的很感人 對不對 非常感人 而且前面很好笑 那我們讓英正豪導演來講一下 這一次 第一次知道的是電影唱片 有沒有特別挑戰的部分 就是當然從六分鐘的ME要轉到兩個小時的電影 他一定有很大的難度 尤其是在一些角色的情緒堆疊 他的程式跟他的細節要更多 所以這部分也是有仰賴還好就是 成為好的導演一直在我旁邊就是手把手幫我帶著走這樣 手把手 所以他只要一沒來現場 我當天就很想大便 哈哈 很抓是不是 很抓 所以就算他現在在我還是很想大便 你表現得非常好 很厲害 很純粗的一個導技 對 那韋豪導演是不是有傳說什麼這個寶貴的經驗給你呢 對 就是像我剛剛說 最主要當然就是在那個電影蓄勢的那個脈絡上 他就是給我很大的幫助 包括說在每一場戲的那個所謂電影感 電影語言都是他不斷的就是在告訴我可以怎麼做會更有這個電影感 對 那當然這支片其實最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麻煩的地方就是 但是他是改編電影 對 那因為改編電影 那我們的台灣的文化底蘊本來就是跟韓國就是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孕育出來的角色阿 他們的說話方式 然後他們的quick out 他們的處事態度就會完全的不同 對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說在這個部分做很大的努力 然後也跟兩位主演 就是針對落地化這件事情做很大的努力 然後就希望給大家看到一個 好像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一個小人物的愛情故事 是的 恭喜導演完成了這一部第一部的電影唱片 接著我要說是絕對會愛上你 你裡頭各種的聊各種的delicious 講一下這支演出有沒有特別難忘的故事呢 特別難忘 感受如何或是困難的部分 其實主要都是導演的 我覺得真的是導演導得好 他很多的他的安排他的巧思 在一開始前期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非常有趣 然後我們也一起想這個阿成應該 我們來做的話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一些橋段 要跟原本的不太一樣 然後但是又要很符合我們在地的這個感覺 那個quick out 腳要踩在地上這樣子 接地氣 接地氣 那你覺得阿成這個角色最迷人的部分在哪裡呢 最迷人喔 是 導演覺得 我覺得就是 阿成最迷人當然就是那種 猛衝爆衝 就是腦子有問題 但還是猛衝爆衝去追愛 然後去為了家人 就是不顧一切 我覺得因為是我自己在裡面演 所以現在要我跳開來看說 他到底哪裡 迷人 迷人 或者是 我現在有點看 沒有辦法 比方說 你自己形容自己總會有一個盲點 有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我必須要問 導演他怎麼看待這個故事 我覺得我們看阿 因為是你演的才這麼迷人啊 是不是 來賓請掌聲肯定 謝謝 換怎麼接下去 等一下都回答不出來了 沒有啦 真的很棒的演出 再到新的高度囉 不過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八加九 把這個甘蔗當檳榔嚼啊 這對你來說 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難度呢 那個也是導演的設定 就裡面有很多 很多橋段這樣子 一開始出場 我們想了很多方式嘛 到最後導演是覺得 他如果是像 正常想得到的是吃檳榔 然後就沒有那麼酷 像爬 那麼像爬 對 所以他就覺得應該要咬一個 大家常看見的水果 而且你咬得很用力 牙齒有受傷嗎 還噴滋這樣 沒有 但是 在他喊咖之前 我都必須要持續咬下去 然後後來就會跟美術設計 拿一些關節要先去掉 因為乾脆有那個結 萬一接下來在錄的時候 剛好就是那個結 然後導演還沒喊咬的時候就 流血就GG了 是 很敬業 謝謝邱澤 其實毛病叫韋寧 雖然片名叫做 當男人戀愛時 但女主角非常重要 要有致命的吸引力 只有徐韋寧 hold得住 當初什麼原因吸引韋寧參與演出 非也不可 其實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我沒有挑戰過 這類型的片子 然後除了是喜劇 然後也是愛情片 當然再加上剛剛導演講的 就是其實他是很 在地的話 就是很接地氣 那我也想要看看 我自己的可能性 可以到哪一種程度 所以包括就是 整個裝法服全部 都是非常接地氣的 然後導演非常要求 所以在裡面有看到 不一樣的變化 是 那特別挑戰的部分呢 這一次 台語 台語喔 對 其實台語的部分 因為要很接地氣嘛 所以 但是因為台語其實 必須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或者是你要有那個氣口 所以後來當然就要求說 乾脆就是 其實我只要講話 不要咬字那麼清楚 嗯 就是鬆一點 然後把那個發音 放在嘴唇的地方 其實就會有一些台台的 感覺出來 對 你要試看 來講一句台語嗎 我客家人啦 原諒我 對 可以嗎 用簡單一句台語 來介紹一下 當男人戀愛是 揮看不可的原因 一句話就好 很感性 什麼 要來看喔 謝謝 謝謝 掌聲一下好不好 拜託啦 你讓他勤學苦練講台語欸 是不是很厲害啊 不過兩位 各自都出道N年了喔 既然是首度同台合作 但所有的親密對手戲 一次做足做滿了 兩位合作自體發電機 彼此合作的感覺如何 傑先說 邱哲你先說好了 更為您合作的感覺 感覺他很用心 一開始我們在排練 就是前置作業的時候 跟導演一起排戲 他就會拿一個筆記本 就是他已經寫完這個角色 他給他自己的筆記 然後再跟導演 來互相檢查這個角色的背景 跟他 跟他的前面經過的事情 他的工作內容 他的所有細節 對 我就覺得非常用心 很用心的 那維妮你也很用心啊 那維妮你覺得邱哲呢 那維妮你覺得邱哲呢 也是一個很用心的 沒有 因為我覺得 他是一個反應非常靈活的對手 你在現場對戲的時候 其實他會自己加很多的 就是 即興表演 然後非常符合阿誠之外 我覺得也幫助對手很多 所以整個很多 很多戲下來 你會看到其實劇本裡面 不一定有寫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 他跟導演兩個人會 然後 上來演的時候 就不一樣 然後你就會 你就會接收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 只是一種學習 跟一種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他們是不會 秘密的溝通 說等一下怎麼弄你這樣 是不是 有沒有這回事 就我 有問他們 導演說 聽說有一場穩心 就跟邱哲密謀說 等一下這樣做 然後把我已經嚇壞了 是哪一場戲 講一下 對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 肉咖胖胖的 那個 那一場天台戲 那基本上因為 我跟邱哲其實 一開拍 就是我們兩個 其實都是跟著阿誠走 其實我們也 自己也沒有很確定 阿誠會把我們帶到哪邊去 對 那當我們跟著阿誠走 走到那場戲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說 在這個地方 阿誠他會怎麼 跟浩婷告白 他會怎麼 把我們硬上功的方式 去親他 對 那我們當然原本 劇本當然是有寫說 最後他們會親吻 那 可是要怎麼樣 可以創造出那種 就是很突如其來的驚喜感 那就跟 阿誠再聊聊聊 如果阿誠這個時候 應該不會停喔 我們就 摟下去之後 就沒停了 就一路下來睡 到時候看正面 發現說其實 韋寧浩婷的角色 他在當下真的被嚇到 就是 他把他乒乓丟掉 抓過來的時候 韋寧還驚呼 這樣 都是真的驚呼 真的驚呼 然後我覺得太屌了 這就是 這就是阿誠跟浩婷的相處 可是韋寧也很厲害 她驚呼完之後被嚇到 但是 聽上去之後他們 球還是接住了 他們還是把那個 就趣味的東西 轉換成就是 最後看到很浪漫 他們真的很會接球 影帝影後過招 韋寧真的嚇壞 但是你hold得住 你就正下來了 對不對 人家這樣突出起來 我那時候很緊張 很緊張 對因為我想說怎麼還不喊咖 然後 就是哪一周 其實心裡面就會 對會緊張 但是我覺得那一場很棒 所以面對男方 各種聊這種主動的方式 你平常吃這一套嗎 冷出力 我覺得要看人 看人 對 如果是譬如說 就是喜歡的人 我覺得這樣是OK 可是如果真的覺得很煩 你一直聊過 你會覺得走開好不好 是 真的火花四射的 兩位男女主角 導演 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 要報告一下 對 我們是四月一號全台上映 可是因為現在做的各個口碑場 其實反應真的都太好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小小的驚喜 就是我們決定在三月二十六號到三月二十八號 就開始正式上映 就開始有了感動口碑場 然後希望大家從三月二十六號到三月二十八號這段期間 其實就可以提早進戲院 然後支持我們的那個當男人戀愛史 是 謝謝監製 那導演來好好推薦一下 當男人戀愛史非看不可的原因 就是 當然就是最單純就是 有這兩位這麼棒的男女主角 然後願意相信我 相信整個劇組 然後他們把自己都投身在這個 兩個小人物裡面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符合我們 周遭生活環境小人物之間的一個 很內心的很感動的一個愛情故事 對 非看不可 而且我們搞不好拍得比韓國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看 對 好 敬請期待 愛情都拍到還有直播 齁 來那個韋妮 推薦一下非看不可的原因用台語 沒有啦 國語就好了 英文啊 我覺得 其實我們在這邊介紹再多 還不如大家就直接來戲院裡面看看 感受一下就是阿成跟浩婷的愛情 其實裡面不僅僅是愛情 我覺得也有講到親情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所以進來看 我相信你們都可以從中擷取到自己最喜歡的部分 一句台語感謝 真的感謝 OK 感謝 來 邱澤亞走 來 其實每一次這幾波預告出來的時候 比方說像剛剛那個也是 然後就會 問說 欸 問問我 就是比方說工作人員也好 身邊也好 就問我說 現在看到預告的感覺怎麼樣 我每次看到預告我都覺得不夠多 嗯 就是 他只是 真的只是影片裡面的 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然後我很深怕 大家沒有被這個預告吸引到進來看這個好的故事跟電影 那 真的還是很希望到時候 大家可以進戲院看完整的 這部電影 這個 很用心做的作品 這樣子 希望大家敬請期待 好 掌聲謝謝邱澤 也謝謝五位您 謝謝五位好 謝謝 金正好導演 那接下來我們一起來一張大合照時間 為什麼我們要拿這個板子呢 合照一張 四位看到中間的攝影機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影星期日節快樂 事先看到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3 2 1 四位事先轉向左手邊 今年最揪心的台式新浪漫愛情電影 當男人戀愛時 剛剛宣告了3月26日到28日 推出感動口碑場 四位看向右手邊的攝影機 歡迎大家搶先進戲院觀賞 當男人戀愛時 4月1日正式上映 再回到中間 官方隔離這一台 揮手這一台 事先3 2 1 今天當